桃園市在昨天晚間 有一名二十五歲的趙姓男子 跟妻子去南坎的美食賣場購物 在搭手扶梯的時候 他的口罩沒有戴好 被另外一名男子勸告 結果雙方爆發了口角以及肢體衝突 原來在衝突的過程當中 趙姓男子宣稱自己不滿被打 一氣之下拿出萬用瑞士刀揮舞 劃傷對方的臉部 當場血流如注 目擊者趕快報警 警方到場立刻將拿刀傷人的趙姓男子 壓制逮捕 他一度辯稱自己是正當防衛 最後還是被醫傷害罪嫌移送偵辦 至於受傷的男子 送醫治療之後已經沒有大礙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